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观影 金智英是名家庭主妇 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家里,照顾孩子 忙完了一天的琐事 智英站在阳台上沉思 阳光照射在她苍白的脸上 并未增添几分光泽 反而更显眼神的空洞无力 她微微仰手望向远方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想暂时逃离现实 忙忙碌碌之后并未充实 更多的是疲惫和空虚 女儿喊了一声妈妈 智英回归现实,转头看向女儿 露出慈母般的微笑 她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生活 每天围着孩子转 早上喝着咖啡带女儿散步 身后的上班族们抱怨着工作的劳累 很是羡慕那些找个有钱老公结婚的女人 还能悠闲地喝咖啡 智英听到这些,脸色暗淡,推着女儿回家 但那些上班族不知道的是 带孩子不必工作轻松 常常会手忙脚乱 忙碌了一天的大闲下班回到家 今天她特意早点回家 想亲自给女儿洗澡 智英将洗澡的任务交给大闲 自己去给她热饭菜 餐桌上她看出了智英的强悴 关心地询问老婆受伤的手腕 而智英与众多全职妈妈一样 整日忙照顾孩子 丝毫没注意到身上的污渍 大闲看着老婆给孩子喂饭 提议这次过节不回父母家 而是一家人出去旅行 或者在家休息 虽然智英也想休息 可当年自己即将生产 也还是回婆家帮忙了 这次无缘无故不回去 到头来被熟络的还是自己 比起身体劳累 智英更不愿意承担那种心理压力 而且婆媳关系不好 大闲也会为难 大闲看着智英激烈的反应 不再坚持 到了婆婆家 智英开始扮演 别人认为的好媳妇的角色 婆婆不停地使完智英 让其包玩一整盆饺子 大闲无法继续旁观 建议叫外卖 现在都不流行在家做饭了 刚说完就被母亲怼了回去 接着大闲又主动去洗碗 这一举动 就让智英陷入了尴尬境地 婆婆阴阳乖气地说 哎呀 我儿媳妇真是长了个好老公啊 智英一遍遍解释 在家里都是我做的 智英无力反驳 希望通过让步牺牲宁人 但一次次的让步和妥协 不但没有让婆媳关系更加融洽 这种勉强反而加剧的矛盾 第二天天还没亮 厨房就传来了动静 智英从梦中惊醒 一秒也不敢耽误 赶忙爬起来帮忙 虽然并未入眠 但面对婆婆的询问 她仍然坚持回答 我睡好了 婆婆拿出送她的礼物围局 智英复合着说自己很喜欢 并感谢婆婆的好意 并又重新投入到新一天的忙碌中 忙碌了一天 男人们跪拜祭祀 女人们站在身后 眼看就要结束了 智英做最后的结尾工作 洗碗削苹果 就在智英终于松口气时 大姑子一家到来 重新将智英拉到了谷底 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 更是精神上的痛苦 大嫌一家人有说有笑 而智英独自在厨房忙碌 婆婆心疼的女儿在婆家受累 让她赶紧歇着 与此同时还不停地指挥智英干着干纳 让她累了就去房间里休息 面对使唤和指责 智英精神终于崩溃 她脱下围裙 以自己母亲的口吻说话 亲家母 如果真想让智英休息 就让她回家吧 既然你见到女儿这么开心 也该让我贬念自己的女儿 大嫌见智英状态不对 赶紧带着智英和女儿逃离 到了服务区 大嫌接到姐姐的电话 让她转告母亲 近期不要联系智英 虽然智英满身疲惫 但她坚持要去见自己的妈妈 智英在房间休息 大嫌陪岳父岳母聊天 岳母让大嫌做着休息 有什么需要就使唤小儿子 这与智英在婆家的待遇 形成了天壤之别 躺在娘家 智英终于能够放松地睡去 她躺在床上 活一起小时候 她与姐姐都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姐姐选择了欧洲一些 可能没有韩国人的国家 那时候年幼的智英 还不懂其中缘由 姐妹俩打打闹闹 奶奶叫他们出去帮忙做饭 从小锻炼他们当贤妻良母 奶奶希望智英的妈妈多生儿子 只有一个儿子太空虚了 智英的姐姐说着 奶奶虽然有很多儿子 可除了自己的爸爸 从来不见其他人的踪影 为什么奶奶依然那么喜欢男孩呢 智英笑着告诉妈妈 她长大后会好好孝顺妈妈的 这句话让妈妈感到欣慰 可奶奶就是认为 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人 到时候孝顺公婆去了 哪有时间管娘家 智英醒来 竟然记不清今天发生的事 看来精神上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她手里拿一支钢笔 那是父亲去英国出差 回来时买给弟弟的 智英将钢笔放在水杯中 在一旁默默观察 这只只属于弟弟的钢笔 截日终于结束 大先提议智英去进行精神检查 并告诉智英 现在人接受心理咨询是很普遍的事 智英笑着点头答应了下来 日子还在继续 智英重复着每日的生活 待女儿散步时 智英在水果滩旁 看到一位端庄美丽 自信大方的职场女性走过 这唤醒了智英脑海深处的记忆 从前的智英 也是一个理性有能力的职场女性 也曾化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美丽端庄的衣服工作 智英工作认真负责 投入且充满热情 大家都认为 她会被选入起花波的时候 智英却落选了 智英一难平 倒面向上级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 但原因竟是可笑的四个字 你是女人 与工作能力无关 与自力性格无关 只是因为是女人 要休产假 便要在工作中面对 种种不平和区别对待 智英心中愤懑 但却只能接受 而这位上司 也因无法在家照顾孩子 而受到同事的奚落 李氏认为 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身为母亲 就要在家相夫教子 不然工作再出色 孩子教育失败 也代表这个女人是失败的 男同事们频频剪头 上司气不过 回怼一句 但片刻后又恢复笑脸 女性想在职场上生存 只能忍气吞声 从公司离职后 智英一直是家庭主妇 这天她送女儿去幼儿园 跟家长们聚在一起 妈妈们都是高材生 读完了大学 还没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都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 而智英还是对工作充满向往 看到路边的面包店招兼职 她有些心动 在家智英意语难熬 大嫌默默心疼 却束手无策 她在单位听到了 对女性泼具偏见言辞 男也心中愤怒 狠狠地泼了男人一身水 但最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泼的只是一个人 而真正要被泼水的是这个病态的社会 这天 前同事来找智英聊天时告诉她 上司离开公司自立门户了 这么多年 她在公司勤勤恳恳 却没有得到升职机会 同事鼓励智英去上司公司面试 智英一脸吃惊 长时间与社会脱节 她也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 但她内心渴望尝试 犹豫了一段时间后 智英给同事打去电话 询问上司的电话 同事想要将电话递给上司时 智英却急忙挂断电话 同事公司也遇到麻烦 原来有人偷偷在女厕所内 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而且偷拍的照片都流传到了网上 一名男员工在网上看到后 偷偷告诉女友 让其不要再去公司厕所 却死活不告诉女友原因 女友一阵死缠烂打 男员工才爆出偷拍之事 不知他心里抱着何种想法 不让自己女友被偷拍 自己却偷偷在网上 浏览其他女性被偷拍的照片 并且发现照片后不向公司举报 却向男同事们私下传播 经此一事女同事们想了很多防护措施 开玩笑的和智英讨论起来 笑着笑着先低下头哭泣 明明他们才受害者啊 送走同事们 智英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她想起自己童年时的阴影 那时智英还在上学 因补习班路途遥远 只能搭乘公共汽车 同意补习班的男生一直尾随智英 万幸的是车上好心阿姨 判出她的窘迫 施以援手搭救 智英才得以逃过一劫 但惊魂未定的智英 没有等到父亲的安慰和关怀 反而听到的是严厉的指责 怪罪女儿穿衣不得体 随便见人就笑 在父亲的观念中 女孩子自己不检点 才会被居心不良的人盯上 因为上次夫妻俩不报而别 婆婆特地找上门来 从儿子口中得知了智英患病的消息 婆婆没有一句关心儿媳妇的话 却一直心疼儿子 不停抱怨着 真是什么事都有 最终婆婆眼不见心不烦 没有看望智英就回去了 临走前给儿媳妇打电话 说要寄不要给她喝 转眼间到了智英母亲生日 老公恰巧公司开会 不能陪她一起去 她叮嘱老婆 9月累了就给自己打电话 智英说 打电话你就会跑过来吗 老公愣了一下 没有说话 去母亲家的路上 智英突然内急 她急忙跑到公厕 在准备坐下时 突然想起同时在公司被偷拍的遭遇 她最终强忍着回家才上厕所 疲惫的智英躺在地上休息 恍惚间想到小时候 母亲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师 上学时她还是家里成绩最好的 却因为要供家里男孩读书 被迫辍学做衣服赚钱 母亲笑笑说 没关系 那时候女人都这样生活的 话虽如此 但母亲的眼里却充满逻辑 晚上智英姐弟也来到母亲家为其庆生 其大姑八大姨们 听说智英姐在饭店订了菜 觉得小题大做 让智英妈在自己家做点就好 姐姐却心疼母亲 不想让她在过生日时还这么操劳 女人们在厨房操劳 长辈把小弟叫到身边疼爱 大姑还追问姐姐为何还不结婚 老了可没人为她养老 姐姐却满不在乎的怼了回去 思考输日后 智英下定决心 找到上司不露自己想法 她想重新开始工作 上司对其十分欣赏 同意了智英的请求 智英愣了一下 几年没有工作 一直照顾孩子 极不自信的她 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工作 上司鼓励她说 这可不是当初她认识了那位胆大自信的智英啊 智英露出久违的笑容 大学毕业前夕 智英一直找不到工作 想要办理暂时休学 找不到工作 她连毕业典礼都不想参加 辛辛苦苦闷的她 还被爸爸训斥 让她去待在家里 等到岁数嫁人得了 你就适合这样 智英嘴里含着饭 眼泪快流了出来 平时乐呵呵的母亲突然暴怒 怒怼老公 说了什么胡话 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些老封建 母亲鼓励女儿 可信的折腾 妈妈支持你 说完还不忘训斥老公 第一次见老婆这么强势 智英把下来打嗝不断 爸爸的酒样 逗得智英嘴里的饭喷了出来 此时智英就要来电 她被公司成功录取 可到现在又能够回归工作岗位 智英重新换发神采 她买了蛋糕庆祝 老公得着消息 有点措手不及 其实老公很爱智英 她曾询问过同事 如何请男士育儿嫁 同事们劝她打消这个念头 公司请育儿嫁的同事们 回来后都生之无望 不受领导待见 老公打消了请假 帮智英的念头 毕竟全家都靠她的收入 才能撑下来 智英要去工作 她想要为女儿 请个临时保姆 但老公却支支吾吾 一副为难的样子 智英看出老公的不情愿 为了家庭 她提出不然就算了吧 想当初 长辈们想要两人 尽快生个孩子 老公也不厌其烦 她表示早晚都要生 不如两人就要个孩子吧 生一个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老公信誓单单地表示 她一定会顶地相助 孩子花尿布 沏奶粉 哭闹 她一概全包 不过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最终养育女儿重担 还是落在了智英头上 上班时 老公看到邻居女同事 带着孩子来工作 迟到后 被上司在背后一阵熟络 有了孩子之后就是不行 半活也没效率了 巴拉巴拉 想到智英也将面临 同样的处境 老公下定决心 要休一年育儿假 帮智英带女儿 智英听到后 笑也如花 老公觉得 自己的牺牲 完全是值得的 婆婆接着不要送的 智英打电话过去 表示感谢 提到了自己 将要上班的消息 又得知了 自己儿子将休一年育儿假 婆婆文言大怒 则怪她只顾自己 不管孩子和老公 痛疲劳儿媳妇一顿 又打给亲家母 智英妈为女儿抱不平 女儿为孩子放弃了工作 放弃了自我 挺了大肚子生孩子 夫妻间就应该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但在气头上的婆婆 不管这么多 还不小心 把智英得病的事 说了嘴 智英妈心里的防线 彻底崩塌 赶到智英家中 因为受到婆婆一通指的 智英的病情加重 在坐在沙发上 沉默不语 妈妈安慰女儿 她会帮忙照看孩子 智英想去做什么就去做 只要女儿开心 身体健康就好 说完就要离开 智英忽然患病 将自己变成外婆的人格 她叫着妈妈的名字说 看着她在花儿一样的年龄 为了照顾哥哥们 放进一切 给人采缝纫机 赚钱养家 每次看到脸色蜡黄 被缝纫机割伤手指的女儿 带回前来 她心如倒戈 对不起了 女儿 智英妈惊恶地看着女儿 心疼 无奈 怜爱 种种情感 涌上心头 她再也忍不住泪水 抱着智英放声大哭 说不出话来 眼泪顺着眼角 鼻尖流淌 只是一遍一遍喊着 智英啊 我的智英啊 妈妈回到家后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吃不喝 独自抹泪 智英妈回家 专门为儿子 带来了对男人好的补药 智英妈听到后 冲出房间 把补药全部扔在地上 大骂老公 眼里就知道自己儿子 只顾给儿子买补药 智英都病得出现幻觉了 当爸爸了 却还想着儿子 说完智英妈探到在地 趴得地上痛苦 或许认识到错误 智英爸打电话 又给女儿们 订购了一些补药 经过婆婆激励的反对 智英也决定 不再去上班了 反正她出去工作赚的钱 连制服孩子 保姆和幼儿园费用都不够 她不想为了自己 让老公休育儿嫁 毁掉老公的职业前途 智英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老公 老公顺势说着 那就休息一段时间吧 智英却反问道 照顾孩子是在休息吗 老公的话 成为压垮智英的 最后一根稻草 她包围着老公和婆婆 是一伙的 都不想让她去上班 她独自在和他们斗争 真的好累啊 老公一声叹息 把智英得病的事情 合盘说出 每当她受到刺激 就会变换人格 智英看着视频中的刺激 动作言语 都和母亲一模一样 她伤心的哭了出来 但她没有顾及自己的病情 一直说 还好女儿年龄小 不然会吓坏孩子 她心疼老公 这段时间一定过得很辛苦 老公再也绷不住情绪 泪如雨下 她对不起智英 都是因为自己 老婆才会生病 家人们得知智英生病后 开始关心起她 妈妈让弟弟给智英送小菜 弟弟问爸爸 姐姐喜欢吃什么 爸爸脱口而出 红豆面包 但其实智英最不喜欢吃红豆 她喜欢吃的是 奶油夹心面包 一直喜欢红豆面包的是弟弟啊 弟弟叹了口气 家人们对姐姐的关心 还是太少了 弟弟把爸爸送给她的钢笔 递给姐姐 上面还刻上了智英的名字 因为得病 受到了家人们久违的关心 智英内心百感交集 智英考虑到自己的病情 最终还是没能进入公司工作 她来到心理咨询室 告诉医生 她感觉自己 就像是被困在一个 四面八方密闭的空间里 挣扎着走出出口 却发现又进入另一个封闭空间 她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能力不足 才掌握到出口 她还找到一个这样的出口 让她离开这个封闭空间 医生问起她 以前生气过郁闷的时候 你是怎样做的呢 于是智英开始写作 通过记录来找到 那个所谓的出口 她再也不会忍受别人对她 对一位带孩子母亲的指指连点 有次智英去咖啡店 女儿不小心碰撒一杯咖啡 背后路人开始嘲讽智英 带孩子还好意思出门 在家待着多好 简直找迷 真是让人无语 智英停下收拾咖啡的时候 她走上前怒怼几人 凭什么骂她是垃圾 凭什么对她是手画脚 为什么要这般伤害别人啊 智英把这件事告诉了一声 勇敢站出来捍卫尊严的这种感觉 真的很不错 说完 智英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智英轻松了很多 她学会了在枯燥无畏生活中 寻找乐趣和幸福 也包裹起了坚强的外壳 抵抗外界的士足攻击 春天到了 智英的病情一天天好转 心情也一天天开朗起来了 她为女儿写的书也成功出版 书名《无家有女初长成》 智英站在阳台眺望远方 灿烂的阳光会洒在智英的脸上 但也无法遮盖智英眼中的光滑 因为智英眼中充满着未来和希望 本篇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 米虫观影 一整天 嘴角笑玩玩哦 拜拜